音乐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湾新亮点的节目 而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一个亮点 是南投即将要有两个微型的产业园区要开发 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今天与会的来宾 第一位就是我们南投县的大家长 林明珍林县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的县长林明珍 第二位呢 就是我们的韦润山丘的董事长许明仁 许董事长欢迎您过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韦润山丘装办人许明仁 第四位呢是我们的京都餐厅的董事长林树珍 林董事长欢迎过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京都餐厅董事长林树珍 第四位呢是我们的建设处的处长李政伟 李处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南投县政委建设处处长李政伟 好我们节目呢要来探讨的是两个亮点 这两个亮点呢是我们未来南投这个民众非常期待的这个产业园区的开发案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两个规划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手边的这个字卡 我手边这个字卡呢就是我们未来要开发的这个两个微型产业园区所落在的地点 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南投市在神木社区这个地方呢要开发一个望来产业园区 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我们在普里镇有一个南城的产业园区 也即将要做这个开发的规划 那针对这两个产业园区的这个地点啊 还有说这个产业园区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我们是不是先来请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县长 县长为什么我们会有想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要做微型产业园区呢 那么这个产业园区啊 我们主要的是因为目前的南投县啊 这个有两个工业区啊 南干工业区还有竹山工业区 这两个工业区啊现在整个工业用地啊都已经饱了 他没有其他要再设置的话就没有其他工业区可来设置 他一方面也为了要像南投市的望来园区啊 我们主要就是啊因为五亿中学那般有安置了一百多户的啊 神木村的千村户啊 那千村户啊原来是在在山里面啊 他到都会期啊到南投市来没有工作可以做 那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啊在 在五亿中学啊望来园区这个台塘的土地啊 我们大概开发了将近十六多公顷的面积啊 那一方面啊这个小型的工业区开发之后啊 啊我们主要的就是啊 望来园区啊就是要容纳一些食品方面的工厂啊 来这边设置啊一方面可以生产一方面可以参观 一方面又可以安置啊神木村的这些百姓的就业机会啊 所以来创造望来园区 那么这个望来园区啊在整个推动方面啊 都依照我们的计划步骤啊在顺利的推动啊 那我们是希望在年底之前啊 也能够啊把这个土地处理好 让这些想有意愿来投资的啊 这些厂商啊啊赶快来购买 来进驻来进行开发 能够打造一个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又是一个生产的一个工厂 又是一个观光的工厂 让大家来这边参观又带动消费 又能够提供就业的机会啊 尤其啊我们这个望来园区啊 周边啊都是种凤梨 凤梨啊可以说是我们南投县啊 这个产业的一种 那么目前啊我们所知道啊 非常有意愿要来投资的啊 就是我们温柔山丘啊 他那来这边啊 创造一个非常 将来设置完成之后可能是啊 一个世界级的一个食品啊 参观生产兼具的一个非常美丽啊 森林的一个生产工厂 所以我们是非常寄望啊 但是我们县政府本身啊 我们就要加快速度啊 因为这个望来园区啊 从计划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年多的时间啊 让这些想要投资的这些企业界啊 等到有一点的不耐烦啊 所以我们就希望啊 我们建筑处啊李处长啊 是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啊 要把这些土地都处理完成 赶快来标射给这些 想要投资的企业界 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OK 刚刚县长其实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 微型产业园区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发计划 其实目的就是希望说 除了可以带动地方的整个体的发展之外 也希望呢 可以把年轻人留在我们的故乡工作 再促进就业机会 增加就业机会这样子 那在细部的部分呢 我们是不是也是请我们的这个李处长 来帮我们简单做个介绍 关于说这个望来产业园区 以及说埔里的南城产业园区 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因为南投的地理的特殊环境 它没有办法有港口 也没有飞机场 它最重要就是它有很重要的自然资源 的产业 所以在县长上任之后 它充分的想要结合南投的地方资源产业 然后创造一个观光首都 可是它在跨到观光首都的过程中 它得同时兼顾在地的农业 还有原来在地的一些加工出版业 所以在县长带领下 我们规划了在埔里的微型园区 跟南投的望来产业园区 它主要是结合一级农业的生产 跟二级的加工制造厂 跟以后三级的观光工厂的规划 希望在一个微型园区里面 同时兼顾一二三级的产业 然后来创造产业一个优良生产环境 然后让产业有一个升级的机会 我想这个是县长往观光首都 把观光跟产业去做结合一个很 很重要的两个代表园区 OK 谢谢处长 其实呢在这两个园区的这个计划呢 很多业者已经 刚刚县长有讲关注很久了 我们首先是不是也是来问一下 这个我们有这个凤梨书的这个 精品之称的 我们微热山丘的董事长 想要想董事长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望来产业园区的这个计划 不晓得你觉得说 有什么样的愿景跟期许呢 OK 我想首先谢谢南投县政府 在过去因应地方发展的需要 然后帮我们去规划了所谓的 望来产业园区 那当初其实我们只是想把 微热山丘的工厂 能够找到一个比较 干净的树地来盖一个工厂 因为石瓶基本上牵涉到 希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来制造 制造食品 那后来县长上任以后 他觉得如果微热山丘只是把那么棒的一个树地 拿来当工厂就太 不够对蓝头的影响不够大 所以县长是希望说能够 不只是盖一个工厂 能变成是一个观光工厂 然后他又希望说不只是一个观光工厂 还希望能够吸引国外的观光客 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眼界 所以微热山丘也针对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们正在努力 希望除了能够找到 帮微热山丘找到一个很棒的地方 能够生产我们的产品以外 我们也希望打造一个这个品牌的家 让不只是台湾的观光客 我们也更能够把层级拉高到能够吸引国际的观光客 那我想这样子对台湾的产业 我才会对台湾的观光可能会有一点注意 OK 谢谢 那我们另外也是来问一下 我们的京都餐厅的这个林树正林董事长 林董事长在这个埔里的部分 我们另外也有规划了一个蓝城的产业园区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那不晓得说这样子林董事长是做这个餐厅嘛 在这样子的一个园区的规划 不晓得董事长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景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期待很久的 那自从林县长上任以来 说真的他马不停蹄的 除了他自己很多的公务之外 对于这两个微型工业园区 他也特别努力 那在埔里的业者 其实大家都摩拳擦掌 因为在乌溪县这条观光旅游路线 是已经很久的旅游路线 那我们一直期盼 我们的土地能够获得一个解决 我们都知道地幕的问题 是所有业者经营最大的困难点 那如果在南城的微型工业园区 他能够顺利的让业者取得 能够用一个工业用地 那才有办法让我们的产业再升级 所以这次我们在台湾美食展的会场 也非常高兴县长大力的支持之下 能够把很多的焦点都聚焦在南头 那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微型工业园区的开发 让观光客来到埔里之后 不是只有来京都餐厅吃一餐饭 他应该是用我们可以用五感行销的方式 让观光客能够看得到吃得到 然后又可以买得到 然后最后呢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这里体验一下 那体验一下之后呢 他们可以入宝山不空手而回 能够把我们这里经过观光工厂加工之后的特色产品 带回去分享给亲友 那创造更多我们在地的产业经济 OK 谢谢 谢谢董事长 刚刚呢 其实呢 不只是业者很期待啦 其实民众呢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园区 也是有充满期许的哦 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听民众怎么说 待会再回来 南宝官是观光大观 为了創作地方就是生涯重点 南宝官政府是尽处在南宝市家丹家 建立往来生涯风区 希望去英雄客进来观光 将王来生涯推电出去 他对南宝最重要的就是 他可以扶持地方产业 他不是一个高污染的一个公园区 我们以后的进驻的部分 会以在地的产业为主 像南宝周边地区的 像凤梨的相关产业 然后也希望说 他除了凤梨加工之外 是属于观光产业的部分 像5月23日有几个 都非常有意愿要进来 王来生涯风区 民众将近17公庆 未来高级創作投资大约39亿 并提供800到1000的就业人口 其中的修宣六佣 当初因为爸爸风区 本来到南宝齐的新木村栽兵 整个产业进来之后 可以禁用我们南投在地的 相关的县民的一个提供就业机会 当然它还有很重要就是 我们希望在施工阶段 跟会来营运开发 或是阶段的时候 能禁用神木村相关 永久村的一个当地居民 我们希望说 那个展授中心 也能创造一个双赢的机会 就是第一个 照顾栽兵为优先 能继那边上班为主 第二个顺位就是 那个0.39公顷的展授中心 可以留一个器材 让我们优先成功 这样的话 我们也希望能当老板 这样的话 创造多头的双赢 石木社区理事长 也代表基民 说出大家的诉求 希望环境保护 造业和再次创业的保重 都能受到重视 我们希望说 在有相关单位 能注意三个步骤 就是像我们的空污问题 还有我们的噪音问题 还有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 这些都得以说 在四线规划里面 就把它做得完善 比较作为日后有所分争 他过往来第13亚 观光工程 以及视频加工程程 为主帝往来三业风区 南岛管政府也相当期待 未来的大段风区 跟周边的发展 现在是视频报道 好在刚刚的我们的VCR里面呢 有看到一些民众的期许 不过民众也有一些 可能比较担忧的部分 这部分我们是也请县长来聊聊 民众刚刚有讲到说 那如果说在神木社区这个地方 可以带动地方的这个就业率的话 有没有可能呢 他们也是可以来禁用 这样子的一个远区 我想这个将来 等整个开发完成之后 那么我们就看神木村 这些居民他们的诉求 他们的诉求 我们开发单位 我们现在可以接受的话 我们会来帮助 协助他们这些创业的问题 我们是会来一并考量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环境打造的 能够让观光客想要来这边参观 想要来这边吃个这些生产的一些食品 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整个延期开发完成之后 也就没有人想要来参观 也没有人想意愿来这边游玩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了 这个计划就是失败 所以我们要如何来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观光休闲 参观还有一个这个目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些区业将来要来投标 要来买这些土地的 我们都一定会给这些区业 这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要求 希望大家要不喜成本的投出下去 创造一个最靓丽的 最靓丽的一个 让大家喜欢来的一个观光工业区 刚刚其实县长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也就是说希望可以把这个微型的产业园区 不只是一个产品的加工而已 它也是可以观光化 然后让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来南投 Cheat 那再来的话我们是不是县长有提到 然后那个民众也很关心的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园区 大很期待 不过大也担心说可能会有一些造业的问题 或是隐忧这样子 那我们是不是请这个我们的处长 来帮我们做个介绍 其实说我们知道产业园区 好像是打 主要诉求是低污染 低密度的这样子一个园区 我想这边必须跟大家报告一下 南投县城有开发这两个园区里面 都经过严谨的审查 包括水保环保各项污染的部分 然后在整个产业园区跟周围的部分 它也有一些10到15公尺的隔离滤带 然后里面也有自己的相关的污水的处理设施 然后与污分裂的部分之外 它也是以后是绿建筑 然后还有生态永续建筑的一个代表 那我想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接下来在现场刚才有特别要求说 我们年底要公告招商 明年开始有厂商进驻的状况下 我们接下来租售的部分也会选择低污染 然后比较在地的产业为主 我想以后绝对是一个低污染 然后高产值 然后具有观光功能 还可以结合在地农业产业的一个综合性 然后永续发展的园区 OK 谢谢处长 刚刚其实在地的民众 我们知道说在神木社区这边 其实有辅导民众来种植这个凤梨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这个维尔山丘 在生产凤梨树的时候 其实也是很喜欢 禁用我们的在地的这个农特产 来做加工这样子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请董事长来跟我们聊聊 如果说我们未来进驻这样子一个产业园区的话 我们在于这个食品的这个来源 成分来源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也是会跟在地的产业来做个结合 那当然我想维尔山丘现在 我们现在前省气重的面积 大概已经有400多公顷 那如果只是光八卦山脉的凤梨 其实是不足以供应我们使用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涵盖到 中南部的这个农民的气重 那当然如果以后在兰头当地 特别是在生产村这附近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土地 然后我们能够优先找那个生产村的这些 千村的这些居民来一起气重 其实这也是对我们讲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想法 所以对我们讲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做 那特别是说因为我们希望以后 达到这个工厂就像县长所讲的 它不只是个工厂 所以我们希望它变成是一个先造林 变成一个很棒的园区 然后能够代表台湾 然后因为我想如果我们吸引国外的观光客 我们就希望它来看看台湾到底是什么 台湾好在哪里 我们就是要去凸显这一点 所以我们也希望因为透过这样的规划 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能够吸引国际的观光客 这个是我们一个很远大的目标 OK 那其实说到说吸引国际的观光客 我们也来问问这个我们京都餐厅的林董长 林董长其实还蛮常到国外去这个取经啊 然后也了解很多有关于美食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我们是也请这个林董长来跟我们就是聊一聊 就是你在这个国外的这个参访的经验当中啊 有没有有什么样的今天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就是如果说要进驻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园区 怎么做可以做得更好 我想其实我们南投县当然观光首都已经是很久了 那京都餐厅一直以来也都是以国际观光客为主 不管是来自欧美的或者是东南亚东北亚其实都有了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如何让京都餐厅 能够在这么悠久的历史之下把我们的产业 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微型工业园区的建立 让我们再内化然后再转型 把最好的能够传达出去 包括我最近就是5月份的时候我们带领了南投美食 就是用京都餐厅的在地产业的这些美食到美国的国会山庄 那在行前记者会的时候县长来参与 也获得很多的相亲的认同 那这一趟的国会山庄之行呢 我们在美国的华侨 他说这个是有史以来 华人第一次进军美国的国会山庄 那当天我们邀请了15位美国的众议员 结果来了14位 那原本做300人的自助餐 结果来了400多人 哇就一个半小时吧 我们所有的南投美食全部吃光光 然后会后当然我们在华盛顿地区 又连续两场跟华侨的餐宴 在当地我看到其实台湾美食 尤其是我们南投的在地美食 获得我们不管是我们的华侨 或者是当地的美国人 他们对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文化 是非常的赞同 所以当县长要创立这个园区的时候 我们其实非常的期盼 能够把它用最快的速度 让我们能够把京都餐厅 重新做一个规划 然后给更多的国际观光客来到这里 他会觉得不需此行 然后最直接的就是用吃在地 食当季的方式 让我们来带动周边的农特产品 所以刚刚我们就谈到说 像埔里有很多的青年农民 他们都愿意返乡了 那如果这个园区能够成立的话 我想带动人才返乡 应该是我们县长最重大的责任吧 因为观光就必须要 就必须要人才才有办法转型的 刚刚其实就是董事长他们都是在讲说 在转型这一块 我们如何把传产这一块来做个转型 那其实我们在微型产业园区的设定的目标 其实目的也是在于转型 是不是我们请这个处长来跟我们聊聊 像是旺来产业园区 跟这个浦里的南城产业园区 未来的一个传产进驻之后 我们要做个转型的计划 除了观光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 我想县长一直在接触的观光首都里面的话 那就是产业要观光化 观光要产业化 那他如果只是带来游客的话 他并没有办法留住在地的年轻人 或是在地的人 那所有产业在外移的过程中 土地是无法外移的 所以如果利用南投原有的农业的产业 然后结合到食品加工业 然后结合到观光工厂的部分 一直是县长希望带领完南投往观光首都 然后产业观光化 观光产业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当然以旺来的话 他刚才那个我想我们徐董事长 这围热山丘大家看到的话 他就是选用在地的我们八卦山 还有我们今天南投地区 或是民间地区的在地的凤梨 经过加工之后 然后变成一个观光工厂 那我想这个也是结合一个 一级的农业 二级的加工 跟三级的观光的部分 那至于补理的话 像京都的林董事长这边的话 他在地的角白笋也好 或在地的相关的一些在地的农特产品也好 都可以透过京都餐厅的行销 但他生产加工的部分 会在我们的补理围园区里面 然后当然他也可以在地观光工厂 然后让人家到围园区里面参观 他生产制造的过程 我想这个就是仙长一直接触里面 观光产业化一个观光守队 一个很重要一个目标 刚刚其实我看到那个相关的资料 就是说其实我们 在这样子一个围园产业园区里面 也会做一个比如说像是生计的一个结合 结合在地的农特产去做 比如说像化妆品 还是说其他的清洁用品 是这样子吗 像农产品在 在在经过这个研究之后 做一些生化科技的一些 那个食品 还有是面霜 都目前都已经有在发展 像红龙果 已经研发到能够做面膜 红龙果面膜 那么这个面膜我也贴过 是很不错很好 所以像这样的话 将来我们的一个 微型工业园区里面 将来能够再透过一些不断的 去用生化科技来创造不同的 这个产品 这个将来都是 是一个观光 让大家来参观 又能够享受到 这个农产品的 经过研究 一个科学的一个 一个铸造 生化科技的一个过程 就要创造更多的产品出来 我想一方面来参观 一方面了解 你可以又带回去使用 所以我们县政府 为了要发展这两个 微型的工业园区 像蓝头市的这个部分 我们县政府也积极在规划 要把蓝头市 整个观光的亮点 让观光客到蓝头市来 它能够随着要来参观 我们这个微型工业园区里面的 观光工厂 同时我们在蓝头市里面 也要创造更多的景点 来附带配合 像我们现在蓝头市 我们要准备创造一个 沙雕文化园区 还有一个恐龙会馆 那么过年还有一个 这个灯会 那么三个主题活动结合起来 然后再跟我们产业 这个产业园区来结合 这样的话将来这个观光客 它到蓝头市来 一下子就可以有这么多的景点 让它们来游玩 顺便去参观我们的工厂 买我们的一些生产的产品 像埔里的一样 埔里现在我们在创造一个 埔里的湖兴温泉区 那么湖兴温泉区 你到这边来洗温泉 然后到我们的危险工业园区里面 去消费 就结合在一起就非常好 那么上个礼拜 中台禅师的世界博物馆 已经开始启用了 那么这整个 这个观光景点 打造出来之后 再配合一个 微型的工业园区 这种产品的生产 铸造参观 还有来饮食 做的是能够最好的一个 吸引亮点 有吃有玩 还有可以买 这是最好的一个 一个理由的一个 消费的一个重点 在这个微型的产业园区里面 我们刚刚说除了加工 这个食品的加工之外 还有营造一个观光的 这样子工厂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是不是请处长最后来 帮我们做个补充 在这两个园区的一个规划下 未来我们近期之内 会做什么样的一个 骑程 然后在预计什么时候 可以来做一个完成 我想称如刚才县长所指示的 目前我们相关的土地的取得 或相关的审查的部分 都经过各项审查 包括环瓶水保 还有非都市土地开放许可的审查 然后县长这边有特别要求 我想年底我们会公告招商 明年底 明年初的话 我们会开始做相关的招商动作 当然厂商的诸售的部分 的相关条件的部分 也会在县长带领下 来做相关的审查 如何让在地产业 然后的优先进驻 那我想未来的期程的话 我们预计在107年左右 所有的产业 然后包括相关的 鸡盘工程可以完成 产业可以完成进驻 然后来达成观光首都 然后观光产业化的一个目标 OK 谢谢处长 其实如果说 未来的这个竞争力是服务为取向的话 其实传产这个产业呢 转型 势必就是一个趋势了 那未来我们县福呢 规划了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园区呢 目的呢不外乎就是希望说 可以带动地方的这个传统产业 来做一个转型更要升呢 我们的观光首都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呢 今天与会来宾的来宾 一起来讨论这个 微型产业计划的这个园区 然后呢也谢谢观众朋友你的收看 台湾新亮点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